其实想要毁掉一个孩子是非常容易的 这个视频非常重要 建议点赞收藏 可能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你想让他自卑 那就天天说他的缺点 说着说着 他就真的自卑了 如果你想让他的脾气暴躁 或者说性格懦弱无能 那就天天吼他 骂他 打他 很快你就会心想事成 你想让他厌学 那就天天无休止的让他学习 很快他就会中招 你想让他成为不懂感恩的人 那就天天宠着他 满足他的一切 全家人围着他转 很快你就会梦想成真 你想让他成为一个生活的低能儿 那就所有事情都帮他来做 让他一来伸手 犯来张口 很快他就会变成你想要的样子 你想让他没有主见 那就处处让他听你的 不给他说话和做主的机会 很快他就会成为你的傀儡 你想让他被社会所淘汰 那就只需要关注他的学习 其他方面一概不去培养 很快他就会被这个社会所遗弃 你看毁掉一个孩子就这么简单 大家觉得呢